主席,麻煩請主委 請來主委 主委,我覺得今天內政委會有點異常 過去只要是中選會主委來 大概八點鐘都站滿了所有的攝影機 每一個人都期待著說可能有什麼火花會出現 今天你看到現在都沒有半個電子媒體過來 我不知道平面有沒有,大概有一個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我的魅力不夠 我想我應該用比較肯定的態度來 對你今天為什麼沒有媒體有興趣採訪 是因為你不具爭議性 基本上電子媒體正常就不叫新聞 新聞就是不正常才叫新聞 那為什麼會以前張主委來這麼多電子媒體來 因為可能有顏色的不同 立場的不同 角色的互換 所以在對話當中一定會有所火花 那今天可能大家認為你長期下來都是秉持所謂良知正義 或是你的專業知識來發言 所以認為說再怎麼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所以乾脆就叫正常不是新聞 所以他們就沒興趣採訪 謝謝 這樣你是不是心裡會比較舒服一點 不然你還想說奇怪 今天我來頭一遍 怎麼沒有人要給我採訪 這樣 民進做得最好 哈哈哈哈 好 當現在中選會委員選出來的時候 前主委說 因為這裡面沒有在野黨 所以不具公平性 以後可能會被執障牽著鼻子走 而我想要請教你 以前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擔任中選會的委員 你是屬於在野黨的還是執政黨的委員 我不屬於任何 也不屬在野黨也不屬於執政黨 那你覺得張主委的心目中你是屬於什麼顏色的 我覺得他很禁止 不是啦 我說在他認為你是什麼顏色 屬於在野黨還是執政黨 你覺得如果今天我去問張主委 如果說展丁集體的時候他屬於執政黨是不屬公平 我現在說他認為你啦 他認為我 是 我不曉得 因為很多人 以前有一位這個 所謂藍色的 比較偏藍的委員 是不是 中選會委員 然後他說 中選會有一個非常非常綠的這個委員 他的名字叫賴浩銘 那個時候是國民黨執政嗎 那個時候是國民黨執政嗎 那個時候是國民黨執政 那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呢 然後也有人說我是 深藍的 所以你是裡外不是人 還是說你是親痛醜快 也不是裡外不是人 也不是親痛醜快 我自己 我就是 我講過 我忠於國家 忠於人民 忠於法律 OK 你就是你 奈號米就是奈號米 你怎麼批評我 老實講 我不在乎 不行耶 批評你當然要在乎啊 不是 如果說 這個牽涉到職務上的 我很在乎 是 牽涉不是職務上 對我個人的批評我是不在乎 好 那接著我想請教 你跟這個所謂職棒支付 很熟 也是同學嘛 是 那這一次職棒鬧了這麼大的包 出這麼大的包 你未來會不會再去棒球場 看棒球 我會去 你是哪一隊的粉絲 我報告委員 我不是哪一隊 我是中華職棒聯盟的唯一的非球團的常務監察人 做了二十年 到現在一直都是 是 所以這一次職棒出了問題 你認為是人為的因素呢 還是制度有問題 或是我們的薪資 這個部分沒有辦法符合這些球員的需求 我想都有吧 都有 都有 但是 基本上我覺得 我是覺得 這個大環境 這個職棒也是大環境的一部分 也可以講說大染缸的一部分 也可以講說我們社會的收影 所以這個大環境造成這個職棒的 職棒的球員容易接受威脅利誘 所以正本青年的話 當然多方面 教育 球員的管理 然後真正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國家是不是有可能 阻止 防止 消滅這個 黑道能介入的可能性 那你既然是職棒 長達二十年的常務監視 為什麼你從來不去發現問題或提出建言呢 我們有 但一直沒有辦法發生效用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任誰來 要我郭樹春去當常務監視也可以啊 不要律師啊 對不對 你既然是身為一個律師 你有專業背景 你又看得懂職棒 你又迷愛職棒 你應該了解問題即將發生以前 必須要做預防的動作啊 沒有錯啊 採取行動的不是我們能左右 但是你已經發現問題存在 對 很多年 我們一再反應 一再反省 反應 一再反應 對 所以今天會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情 其實你早就預料到了 呃 總有一天 一定會被爆發出來 希望不會 不是啊 現在都會了 你還希望不會 不是啊 有意料到有可能發生 但是一直希望不會發生 好 但我會覺得你們叫鴕鳥心態喔 你既然已經知道問題所在了 而你又 用一種比較 所謂的妥協或鴕鳥的心態認為說 希望它不要爆發出來 只要不被爆發 就是好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照理講 當這個常務監視好像也不是很禁止喔 對 有 在這點我深自反省 你也知道你自己不是很禁止 因為這個常務監視 沒辦法直接管理到球員 嗯 尤其沒辦法管理到他怎麼樣的接觸 接觸這個黑道 是 那個因為黑道方法是無所不用其擠 嗯 所以這點 呃 連政府 呃有關心 但是沒有辦法拿出有效的這個 這個防止的方法 好 我們現在說 依法言法 你會不會認為 現在檢調既然做出大動作的調查 要數戰數決 而且要物往物中 如果是好的球員 我們甚至社會要給他們更大的能耐 能量 要讓他們趕快勇於走出來 那這些 過去曾經做過錯 做過錯事的人 如果說他們 所犯的事還是事小 怎麼樣在 所謂比較包容的情況之下 給他們有教訓 給他們得到教訓 之後 也讓他能夠 在未來職棒有所發展 而不能夠因為一次錯 就步步錯 到最後終身 無法再踏入職棒 或是 終身無法把他自己的所長奉獻給職棒 你覺得這個部分應該 是不是站在律師的立場 也好 就常務監視的立場 應該提出公開的呼籲 呃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好 我們以前就是說 對 球員是非常苛求 也許管理不夠做到 但是苛求 你只要犯錯就 永不入用 嗯哼 變成說這個 真的好的球員 偶爾犯錯 你就 失去這個 繼續打球的機會 嗯哼 這點我想我會 在聯盟上 發揮我的影響力 讓他重新檢討 是 他該接受法律制裁 他當然 必須要接受法律制裁 而制裁之後 他的所長 還是可以奉獻 不管職棒或輕棒 甚至當老師 去教授 而不應該從此埋沒他的專長 是 這是我個人看法 那我們今天要看你們預算了 我想 你還沒有擔任主委以前 你只是一個委員 而我去開會 你從來不知道 編內預算是什麼樣的情況 對不對 沒錯 現在你才一兩天的時間 要你全部消化完 你有沒有不可能 我東東看啊 但有些還是記不清楚 好 很誠實 很好 這就是律師的個性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不用變 這是一個 新好律師的個性 謝謝 那我們預算中心 也寫了非常多 有關你們要改進的地方 我希望你能好好做個比較 禮拜六禮拜天 你可能要加班做點功課 我希望在決算的時候 我能看到你的改革 立法院的預算中心 每年幾乎所提的問題都相同 但是 長期下來就是 不為所動 你們說你的我 剩我的 你們法理的我做我的 到最後問題依然存在 我今天不想 拿細節出來跟你討論 我希望你能夠好好的 把這兩個預算書 你們所編的預算書 跟立法院預算中心 所寫出來 你們要改進的地方 包括你們的人員 籌金的問題 包括你們的設備問題 包括你們所花費的 什麼出國考察的問題 在在都需要做調整 我需要新的主委 新人新政新希望 能夠有所魄力 拿出你的律師本性出來 報告委員 我有詳細看 那 這個 我很大膽地講 有些好像 有些誤會 會要去解釋啊 我們要去澄清 是 那麼有些我們真的要改 我們會改進 好 我希望看得到 你有所改進 如果說 過去 你那個張規 你現在要 你來誰耐誰的話 那我想 換你跟換別人都一樣 是 就不需要換你嘛 對不對 換你就希望說 能夠秉持公正 我希望你 沒有顏色 只有是非 沒有顏色 你不要去分藍跟綠 藍綠只有在政治選舉的舞台上面 才會出現 其實在真正就事論事的場合裡面 是不用分藍綠 你只要秉持你過去七屆的 中選會委員 這樣的一個良知良德 我相信你就會把職務做得好 也不要為藍綠所左右 不管任何的政黨 要來左右你中選會成為一個公正 有良知有正義的一個獨立單位 我想你要把持得住 是 那也希望說未來在整個選舉的過程裡面 會因為有你的存在 而能變得更好 也因為你今天入主中選會 能夠把整個選舉變得更乾淨 謝謝郭委員的勉勵 好 那更希望是剛剛我們提到所謂的 不在籍投票的部分 我認為可以折一示範 不一定要全面通 那可以先折一個小單位做示範 譬如說離島的部分 或什麼折一示範 試試看好不好 再來做討論 這樣應該會比較保險一點 謝謝 謝謝